有的时候真的不要下 吃药就可以了 但是治疗的法则都是这样子的 那奇门呢 什么胸斜苦满 乐下痛啊 肝脏痛啊 进取穴 本来就是肝的木穴嘛 都可以下针 同时你可以教病人揪 我们常常做法就是 我们下针因为病人不懂得下针 我们就帮他下针 下完针在奇门穴 画个大圈圈 你就回家自己揪 他回到家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一边在揪 就是看那个正顿性的标刊 看了火大了 本来肝脏就是木伤肝 就看了很火大 以前揪了半天 那个好的戏就给你一怒就没了 只要看一些赏心悦目的东西 或者一些碑的东西 苦练花那种 很苦的那种片子 看了会流眼泪的 肝脏很好 一边揪一边看那个 那肝脂酸 酸味 所以肝有问题的时候 藕酸 常常会吐酸 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是肝脏的问题 那就可以用揪的 那 这个第71页 曾经大臣 第卷9 71 那卷下方那边 这边也讲了 热入血是男子游阳明儿下伤血 下血在这个灾与 妇人越来正好 邪入 这什么意思就是 当女人呢 月经来的时候正好得到感冒 得到伤寒表症 太阳症 因为月经来的时候 奶水正会往下走 你外面表一得到感冒的时候 这个感冒的病毒顺着奶水 直接进入子宫 叫做热入血是 那我们刚刚是书上讲小财物汤 那他说小财物汤太慢了 我们砸奇门 那你不会砸奇门怎么办 小财物汤还是来得及 所以你还是来得及 那当然砸奇门也很好 至于说 他后面说什么太阳烧烧毙 这都是伤寒论里面的 所谓结凶啊 什么都伤寒论里面的 我们介绍到那边的时候 我会跟周围在小庆 在介绍十五大落之前呢 跟周围 现在我把一个总结尾 身上呢 我们有经 有落 大家现在了解了 你们学到十二正经 经与经之间 还有落 所以每一条经上面 都有个落穴联络到 中医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 中医认为说 圣呢 是主先天 这个圣像两个根 因此 十二正经 全身的经 十二正经 全部根来自圣章 圣章就好像一个树根一样 长起来 哇 经过开始开满了 树枝树叶 分布到全身上下 这是中医的观念 所以中医认为第一个胜 第一个胜是什么 肾脏嘛 肾脏 那由于是肾脏管先天 它成长的枝叶 遍布到全身四肢末梢去 我们病了 有外 有内 有两种因 外因 当我们人身体 感受到外在的风寒暑 风寒暑 湿 噪 热 这种 由于 节气上 的变化 我们人身体受到病 这是外在 那外在受到病的时候 先受到 这个 落上面 落是最细的 那再传到经上面 再传到经上面以后 会传到腹上面 好 就外 往内传 但是如果我们的脏 你每天在那里早上起来 又是四啊 又是虚啊 又是呼啊 又是吹啊 又是四啊 对不对 脏气很强 这个病呢 最多只能到腹的位置 进不了脏 人会有病 一种是 就好像你想一棵树 这是树根嘛 一个是树根开始有问题了 当然会影响到树的寿命 还有呢 树脂有问题了 那个病毒一直都会影响到树根 也会有问题 这个是一个观念 所以你们 我一再讲 念中医 一定要去怎么样 悟 所以我们常常要去顾身 就是不要根部烂掉 那常常要运动活动 让四肢 让经脉 我们的经络呢 非常的气血 非常的强盛 这样子 不会生病 所以这个病由外而内 还有呢 是内由外 内 从内环外走 就是我们情字 喜 怒 忧 思 非 孔 那这种情字呢 也会造成人生病 过喜过目过忧过失过悲过孔都不好 也会造成人生病 好 还有呢 就是吃东西的 应思来自饮食 好 你呢 每天打坐 清平气和 然后你又练功夫练得很好 可是你吃的蔬菜呢 有荣耀很多 对吧 还是这样生病 或者你不知道当年这个地下的埋的是死猪 口蹄翼的猪埋在下面 你在上面种菜 或者是你在下游种菜 上面的死猪埋在那边 那个地下水就渗得下来 对不对 好了 那必有口入 好 这些就是 治病的原因 好 那 所以我们 整个经络学的重心在哪里 就在藏汉府 所以我们一直要把肾脏顾得很好 人就长寿 所以中医的 一开始的概念就是 我们要把肾脏顾得很好的话 由肾脏来决定 人的一生的寿命可以走多少 可以走多少 好 这就是经络 你现在学了很多经络 现在总归根就来自圣兆 来自圣兆 那树径长出去的时候 有12颗很大的主干 那旁边有多小的枝干 中间呢 以15条最主要的枝干为主 这就是我们的15落 落有15 有15个落 12金各有一个落 再加上任迈的落 就是纠尾 都迈的落长墙 再皮子大落 大包 大包总统诸落 何为15 大落 我们人身上呢 胸腔 我手就不画了 画个虚拟的手好了 免得有的人看不晓得我在干什么 这个 脖子这样子 背后这样下来 这是人的 侧面 前面落到 纠尾 后面呢 落到 第11锥 第11锥呢 我们下针的这个底下呢 就是 第10锥 下 我们下针的地方在第10锥下 就是打在第11锥上面 这个横过来呢 就是我们的横隔 横隔 这个横隔 好 这个横隔 这个心脏 正在 隔的上方 所以中医认为 心气 止于 隔 所以心气呢 最多就是到隔 当心气有欲解的时候 我们在杂针的时候 天突 巨缺 官员 砸完以后 心气会遇到 集中到第10锥下 趴过来 第10锥下 因为那个 第10锥后面 正是 后隔 心气 中止的地方 所以 预期会从这边散出去 好 那这个阁呢 跟 包膜 心包 跟内脏之间的 三交的游网 通通是属于三交跟心包 好 那是把三交心包抽出来 就是五藏五辅 把它放进去 五到六 就是这样来的 好 那 各位看 卷9 86月 先看我们那个15个落脉 15个落脉呢 86月最后一行 守太阴的别落是裂缺 裂缺穴 我们在落脉上治疗的时候 这个落 管它是虚症呢 实症 通通是在落脉上 都可以 好 阴经阳经都有落 好 裂缺 好 注意看 这个就可以看了 我们会用到的 实症呢 手掌过热 蟹 虚折 打哈欠 小便 瓶料 用补 那补 等我们那个 15落脉讲完以后 讲取经八脉 八脉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介绍 针刺的手法 补蟹 好 那再过来 手稍引心肌的别落是通理穴 好 由于心肌呢 你看这里就落 心肌呢 直接落心中 记在舌本 舌头的根部 好 所以舌头底下 有个有动脉的脉管在下面 好 它属于木系 好 实则之满 虚则不能言 好 心气虚的时候 不能讲话 口不能开 那绝因的别落是内观 内观穴 好 那 心实 心痛 好 胸口痛 好 虚则头呛强痛 好 这个组稍微 平常有空看一下 好 这是十五大落 手上阳的 手太阳的落呢 是肢阵穴 好 肢阵穴最主要是我们生油 身上皮肤生很多油 我们可以在肢阵上面下针 好 那 手阳面的落 偏力穴 偏力 好 那 手上阳的落呢 是外观 好 各位记得 外观我们搭生死桥的地方 好 生死桥的地方 好 那虚阵实阵都可以在外观上下针 好 太阳经的时候 那个竹太阳的落 飞扬 好 好 那那个竹上阳的落就是光明 好 这 落统统记得在这边 阳明的落是风龙雀 风龙雀 那 像竹太阳脾经的落呢 公孙 好 公孙一组充脉 由于充脉直接往上走 所以胃气任何的肠痛腹痛 噁心胃痛 通通可以用公孙穴 竹少阳的别落呢 是大宗穴 好 大宗穴 这就是通通在这个地方好 那干净的落 那个干净的落呢 离沟 好 离沟穴 那任麦的别落呢 名平一 就是纠尾 好 就是纠尾 独麦的落呢 长墙 好 那再来就是脾子大落 何为 十五 十五落 十五落 那 大落 落有病的时候 就是后面讲的 全身都痛 胸斜的地方全部都痛 当你分不清楚 你看到胸斜的地方都痛 你这个 震惊也不是 它只是落 胸口 胸鞋门 那就可以下 好 这个大包 如果落脉虚的时候 百节尽重 就是 全身 松的 没有办法握全身松软的 好 就是虚症 虚症 实症 实症呢 我们都可以在 这个落脉上下针 好 落血 好 落血上 那再回过头来 我们看 这个八十四页 曾经大臣 卷九 八十四页 这个八十四页呢 就是开始介绍 奇经八脉 好 那诸位看第一条 都脉 好 都脉 都脉 都脉跟 都脉都学过了 好 我画一个 这个脊椎骨呢 从这边下来 一直到尾椎那边尖的 尖的 这是都 大家都现在了解 全身的阳气 会在这边 都脉的脉气呢 源起 刚开始 源头 起在 这个 取股这个地方 就是 男人小便的地方 女人小便的地方 膀胱的地方 任脉呢 在理和表 任脉在理的时候 是走了都脉 我们是人体的剖面图 在脊椎骨的 沿着脊椎骨的里面 就是任脉 我们讲的 取股中级官员师妹 阴交气海 这个 是他的表 表现在外面的 任脉是在这边 另外一条任脉 走到里面 所以都和任呢 两个是 相辅相成 所以 任是租阴之海 所有的阴 我们通通可以管 任脉 租阴 所有的阴 因此呢 我们在 膀胱经上面的时候 我们有 心肝脾肺肾 所有五脏的输却 都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在这边下枝 因为他通到 任脉 这就是阴和阳 的互动的关系 那这个阴汉阳呢 因为有落脉 有经脉 连在一起 所以他 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的 这样 好 好 诸位看到个任脉 任脉和冲脉呢 都起于包中 包呢 就是女子包 讲的女人的子宫 好 讲的男人的金宫 男人呢 是金宫 这是 膀胱 这是 小肠 那 膀胱和小肠的中间呢 有个缝隙 这个间隙 有个带状的间隙 就是 精宫的所在 好 女人的 包在这边 子宫在这边 好 这个小肠在后面 那 每个月的奶水呢 是往下走 奶水下来后 排出来的月经 就是它的残渣 所以它的残渣 是往下走的 奶水是白色的 好 所以 金 女人的金呢 是向下走 在中间的观念里面 认为 所以说 女人就没有胡子 啊 这个 那男人呢 这个金也在下面 但是我们男人 不是每个月都在排 这个我们男人 曾经 金生成以后 产生任何东西 提炼过以后 一定会有残渣嘛 残渣就顺着 任脉往上走 走到 口唇的旁边 就是我们 长出来就是我们的 胡须 好 那在最原始的时候 在源头的时候 是在 小肠跟 膀胱的中间 这个地方 小肠膀胱的中间 这个地方 好 那 我们饮食入味 到了小肠 吸收了以后 好 真正的我们的 精血 非常 纯浓度的精血 会 累积在这边 好 累积的 怎么进去这边的呢 是进入 先进入我们的三胶系统 我们的三胶呢 因为 落过五脏 所以五脏的经验 好的东西 从腹进入 从我们的胆小 从味道上膀胱 中间的观念腐是消化系统 消化了以后 这营养呢 要交给脏 传过的脏里面 就是靠三胶系统进入脏 三胶指行羊 就是运送动力 好 本来都藏在里面的 好 所以我们要常常要藏经 心平气和 那遇到 比如我们看 这个A片 或者是这个 夫妻在刑防之前的时候 人会亢奋 一亢奋的时候 我们五脏六腑都开始 哇 开始气血 那个气开始旺 那这个五脏六腑的元气呢 就进入三胶 一直直接进入这个 包固 男人的金宫这边 就在金宫这边的时候 好 这个从黄色 好 这里面是金血 那这个是黄色 进入这边一刻 真化以后 它变成血 刚开始是血 是血 那小肠如果 到男人的 岗湾里面 从这个地方 到了岗湾里面以后 岗湾是露出体外 温度下降了以后 它会变成白色 所以你看到出来的时候 金是白色的 如果有一天 小肠的温度下降 温度不够 温度不够的话 下来是血 不是金 那排出来的时候 老师我的怎么金子 里面有很多血 其实金看血是一样的 源头呢 是因为小肠的火不够 小肠的火不够 那 残渣一样 任何东西都有残渣 残渣就会流回嘴巴 所以平常我们人呢 金是存在三角里面的 随时会巨角里面 随时会产生的 那西方的医学呢 他认为稿丸在生金 为什么 因为他是解剖死人的尸体 解剖死人的尸体 看到稿丸里面 有一些残渝的金子 这个一定是稿丸在生成的 不是 中国以前有太监 刚好孟凯有太监 太监没有稿丸 照样会有金 只是他起不来 但是还是会有金 我们过去的遗书 看到很多太监的 这个还是有金 只是不多 真正的生成金子 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 葱 葱和任麦呢 都起于包中 就这个包中 女人就是 这个 这个子宫 那 更细的分析的话 我们在黄历历经 还会再介绍 那 任麦呢 直接落到喉咙 落到喉咙 这个 充麦呢 从包中上来的时候 任麦走中间 我们画正面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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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任 充麦呢 起来的时候 是沿着圣经上来的 跟着圣经是 相交的 以前还有人吵架 说啊 这个任麦跟那个味精相交 根本就不要吵架 根本一定是圣经 因为充 充麦 这种都属于阴的 阴经的 好 这两个经 虽然 上到身体上来的时候 是不同的走向 但是 因为圆头是一样的 都起于包中 这你要有观念 观念以后 帮助你诊断 帮助你治症 任麦有病的时候 女人 所有妇科里面 长肿瘤 长子宫 长肌瘤 长什么东西 在子宫里面的问题 通通属于人麦 因为任喜包中 那充麦可不可以办法 当然可以 因为圆头是一样 所以 这就是你们以后 选择穴道的时候 会有很多 很多方向可以选 再过来呢 注意看这个充麦 充麦呢 我们人身上是 公孙在管 充麦呢 是后膝穴在管 任麦是裂缺在管 充麦就是公孙 公孙穴 充麦和任麦呢 都起于包中 在里面的时候 顺着脊椎骨里面的时候 走在这边 那在正面上 扶着表面上的时候 是肾 肾 所以他后来我们说 充麦者 起于气充 实际上 源头跟任麦都一样 来自包中 所以说 我们一开始知道 这个任督二麦 都是在包中这边 那个源头在这边 所以我们在打坐 练气的时候 尽量把气 沉到那个地方去 好 那我们在练功夫的 练打坐的中间呢 会产生很多经验 这个经验是要你吞下去的 不是要你吐掉 这经验是非常好的 那经验 你一吞下去 如果是经验的时候 打坐产生的经验 你一吞的时候 这个经验的时候 就会入肾脏 跑到你的先天上去 那你这棵树的根 就会更强 根就会更强 那由于这个充脉呢 沿着两边上来 直接包围到心脏 经过胃 胃在这边 他也经过胃 经过心脏 又经过肺 所以胃心胸 胃有问题 也可以在这里治疗 气喘 肺有咳嗽 心脏有脚痛 全部可以用充脉去治 就是因为充脉是这样子 那充脉有公孙穴在管 那里面的穴道 你到看看就好了 因为它跟圣经 是同样的穴道 再来呢 代脉 这个八十四页 最后要代脉 代脉是灵气在管 脚的灵气穴在管代脉 灵气穴 那代脉呢 你看 起于腰的那个祭乐 回生一周 就是刚好在第十四页一回 好 我们临床上看的时候 好像有 看起来有三条 第一条在中间 第二条在下面一点 三条直接落在腹部 下针的手法都是 扎灵气 主要的症状 少父肚子胀满 腰肉 好像坐在水里面 下针坐在水里面 的感觉 回生一周如代言 那三个穴道 代脉五十五一道 那我们治疗代脉的病 就是一个穴道 灵气穴 灵气穴就可以吃 专治代脉的病 第八十五的 羊桥麦 羊桥麦呢 取一根中 在外怀柳上来 那生脉穴在管 就是羊桥 那羊桥麦的吸穴呢 就是腹羊 这都是重点 你们可以参考 那乔麦呢 阴缓而阳急 如果中风的病人 什么叫阴缓阳急 这是脚 乔麦在外面 脚往外翻 外翻 这个阴筋呢 阴桥麦送的脚外翻 阳是绷紧的 阳桥麦的病 阴桥反过来 如果阴不 这个阴筋很急 绷在里面 就是内翻 有没有 脚两个脚内翻 外翻 这样子 这是重风 那有的人是外八内八 也是乔麦的问题 外八内八 这个乔麦直接到身上的时候 他从一路从 那个 身脉上来 横跨过胆筋跟干净的 胆筋跟膀胱筋的交接上来 一路上来到背后 到头部去 所以病人如果给你陈述 我脚痛 你痛到哪边给我看 他一条线的指下去 你看奇怪了 这边是胆筋的风势 后面是膀胱筋 他都不说就说在中间 这个没有没有这条筋 你在骗我 不是 羊乔麦 只要不在正经的 在两个筋的中间 在腿上的 大部分人乔麦 那有时候我治症的时候 有时候很忙的时候 那病人也讲不清楚 反正我就是他手一个巴掌 我就是这边痛 我这个胆筋 膀胱筋 跟蕎麦一起跟他治 整个啰嗦嘛 反正跟他扯不清楚 有一位老太太跟他讲 你问他个问题 他花了20分钟答 他这个问题真好 讲了20分钟 重点还没讲到 所以我们遇到 老先生老太太 真的很累啊 他说你大便如何 你 这问题问得真好 我在想当年 50岁以前 50年前 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 结完婚就便秘了 离婚以后下密 好 你告诉我昨天 昨天是怎么样 他们有时候 因为无聊 满边的人讲话 所以你一开口 哇这个问题太好了 他就开始讲 那你连续不断的 讲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话 他一直回答同样的话 这是震生 是因为虚症 听我们老师在讲这个 虚症 以后我们讲 上汗军鬼很好玩 里面很多治症 还有一些临床实务上的经验 再来呢 这个 鹰桥麦 鹰桥麦跟羊桥麦正好是一个内一个外 一个外面是深麦在管里面是赵海穴在管 那由于有桥 周围看到桥是竹子边 抬腿啊 左转右转就是靠这种桥麦 好 桥麦 那人呢 往前行 就是阳 往后退 就是阴 所以 如果阳急的时候 阴桓 除了阳急阴桓的外翻以外 有的人呢 往走路的时候 往前三步 他走三步要退两步 阳急 阴缓 那有的人阴急 他走一步要退两步 这等于是道了走 那什么毛病啊 我怎么搞的 为什么往前走一步要退两步 有这种病啊 还有人往前走停不下来 结果直接就装到墙上去 他一定要碰到东西才会停下来 就是阳急 那阳急的话我们在羊桥麦上 阴急的话我们在阴桥麦上治疗 那你下针也可以 揪也可以 这种病在正经上面 都在旗经上面才会有 好 那阴桥麦呢 走内陆 一路上来 走着 沿着这个 这个 这个内陆 一直上到咽喉 那中间跟抽麦有相交的地方 那 到咽喉上 所以说 这喉咙这边呢 任麦经过 鹰桥麦也经过 所以我们下猎切 下赵海 任何的猴病都可以知道 那我不管你是扁袍腺发炎 还是甲状腺功能抗净 那西医呢 不管你是抗净 overactive 或underactive 他central 他的药是一样的 都是central 同样的药 他跟你说抗净也是这个药 说太低也是这个药 所以西医很好玩 那中医呢 我不管你是抗净还是什么 我们辩证论治 辩证论治 喉咙的病 统统可以用 烈蝎噪海 尤其那个假装 那个扁桃腺发炎 慢性的猴头炎 那个你下的队的时候 烈蝎噪海 下去他当场躺到病床上 就好舒服 喉咙痛就去掉了 就这么快 好 尤其慢性的猴头炎 唯麦 杨维还有阴维 杨维麦呢 把所有杨金呢 他围在这个 他把它抱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违脉 所以我们可以控制 可以维持 所以你如果这样想 观念是这样子 震惊在走的时候 好像我们那个盖个 那个用竹子去盖个鸡的笼子 怕鸡跑掉啊 盖个笼子 那你只插了直的 你没有用横的给它绑起来 那鸡照样跑啊 就这样子